人家就我们两个一起 手牵手来 对啊 我压他来的 九合一大选 艺人通通投起来 身份证 服装 还有选票单 九合一选举24日登场 许多艺人也来共襄胜逐龙 丽亚萍跟玉香泉 下午一点现身北投区投票所 我是很规矩的 我是奉公守护 没有出门没有提醒 有啊 有提醒 签名跟印章有什么差 可以签名就好了 好啊 风投很复杂 你看没有弄得今天人这么多 我们可以差不多 过两个小时再来 我在想应该是风投的人 因为我以往不会这个样子 可是也好啊 很多年轻人现在出来投票 为这个正式这个议题 所以投票率增加了 还不错啊 所以大家要去跟你说什么 嗯 全身投票日看来心情很好呢 那另外就为新二代心情如何啊 对 我在撕拾手头 感想怎么样 感想哦 其实蛮紧张的 怕盖错张 对不起 有盖错吗 有盖错吗 没有没有没有 确定确定确定 有盖很久吗 有在那边就想 嗯嗯 没有想很久啦 那你新议员是投给几号吗 这不能说这不能说 这回傅娟 娜娜 弟弟都在美国 妮妮也要忙拍戏 老爸欧阳龙好像有点寂寞 哇 他只有陪了我一天 这三四个月来只陪了我一天 孤独可以孤独 没关系 好啦 没事没事 只要他们好就好 美凤姐也一声轻便现身投票所 哇 好像很高人 每一年只要是我在国内的话 我一定会来投下我这一票 今天好像比往年要排的长一点 而且好像很慢 我就有一点着急 因为我要赶高铁 我昨天在家里 然后就是在研究那个公投 阿公 阿嬷跟罚 有很学习 有很多条 六月子在投票前 就把小孩送去保姆家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次投票 盛况空前 我老公的户籍地 他已经排了一个半小时 到去还没投到票 一到那边他就说温馨提醒 要先上完厕所跟带充电器 就怕4点之前投不到 还好已经先把午餐吃完了 另外读者也捕获到野生的 任拔和任容轩一起献宣投票 原祖上的男安 陈瑜为避开人潮 一早就和老公去投票 但投票过程不免有些小插曲 女版黄安留了言专程回台投票 却在投票所公开表明支持的候选人 让他受到远景口头警告 曹西平则是不满排队费时 加上想补盖公投票却被拒绝 让他在脸书保气开骂 这是要保死人吗 有了动新闻 看蠢蠢消消气 报答哦